前几天啊 退群的那个男网友给缺缺的心里是比较震撼的 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男网友啊 居然在自己又没有房子 又没有车 还没有户口 甚至还没决定他在哪里定居 扎根的这么一个漂泊不定的山寺的镇票 属于游民 说他是屌丝的不为过是吧 说他是屌丝 你看他住那房子群租房 房子除了一个大衣会一张床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居然呢 他呢就这么一个属于游民吧 可以说啊 居然敢对啊 居然能对 居然有那么大的底气啊 对我们这些有房有车 而且呢 又有居留又有户口啊 我们都有这个护照 新的护照了 我们房子都不值一套 怎么着咱们是扎根的 咱们是定居的是吧 对于我们这些啊 有产女 那确实没有瞎夸自己 是吧 那有产就是有产吗 居然他都表现了极大的心理优越感啊 居高临下的俯瞰我们这些得不到父母 无条件支持的女人 女网友 就因为他的父母啊 能够无条件的支持他 你说啊 假如说你父母已经把房子啊 送到你手里 你说你手握房子啊 心里不慌 这也行 你那妈的房子还在半路上呢 你那房子还不知道在哪转圈呢 是吧 他居然对于这个 无产者啊 这种不能说他是流氓无产者 至少呢 他是一个彻彻底底 一穷二白的这么一个无产者 居然对我们这种有产阶级啊 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啊 其实就有心理优越感啊 就是我行 你们不行啊 我抢你们弱啊 我牛逼你们苦逼 他就这种心理啊 他居然对我们表现了这种啊 这种居高临下的心理优越感啊 啊 你说说 这谁给他的底线 谁给他的自信 哪来这么大脸呢 就啊 所以说你们就看了吧 这些靠继承啊 靠男性就长了一根臭点 不知道几个月搓不搓 搓不搓他那包皮够的啊 那种带着恶臭包皮够的 能够给女人带来各种HPV病毒的 那个臭点啊 而且还不是靠他自己努力得到的一根点 他只是靠着偶然无序的交配 偶然无序的精子和卵子的那个结合啊 选择了他有了一个歪的染色铁 他那那条歪的染色铁是靠他偶然撞到的 撞运气撞到的啊 居然不劳而获 居然啊当了寄生虫啊 当了男驱 你说你们看啊 就就这些男驱啊 就靠着自己不劳而获得这种继承啊 你看他们要不要脸 他们能不能看得起 你们这些啊 靠着自己的XX染色铁 无法获得父母条件支持的女性的尊重 他有没有尊重你们 他们不会的 他们只会瞧不起你们 这就是男驱的内心里最真实的写照 所以说你们看看啊 这些寄生男宝们 寄生男驱们 会不会同情女性的生存处境 不会的 所以说女孩如果说被他们忽悠着 可怜着啊 你说你说你还可怜男宝 男宝是不劳而获的实力阶层 你们是被实力的 你们居然可怜男宝 同情他们 心疼他们 在这些寄生男驱的心底里啊 这女孩得多么不值钱呢 多么的廉价呢 心疼男人倒霉一生 你们就把这句话打在自己的公平上 打在自己微信群上的公告里 群公告里 缺解就这么说了 缺解就这么打的 男权社会里的男性啊 天然他就会PoA女性 就是让女性为了他们给女性 专门给女性设置的真洁牌坊 拼命提高自己的道德标准 用上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其他的女性 却不敢用同样的道德标准要求男性 这分明就是奴隶主对奴隶的要求吧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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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